五角大樓停飛全部F-35戰機的測試飛行 此前一架F-35戰機發動機的葉片上發現裂痕 維修人員在加州的愛德華空軍基地發現了葉片上的裂痕 目前飛機的發動機正運往位於康涅迪格州的普惠發動機廠進行評估 五角大樓停飛所有型號的隱形F-35戰機 海軍陸戰隊和海軍一直在對F-35戰機進行試飛 五角大樓F-35戰機計劃總號支3,960億美元 五角大樓說停飛全部51架F-35是一項預防措施 目前無法得知新發現問題的全部影響 星期五是過去兩個月以來第二次停飛F-35戰機 F-35戰機計劃存在造價飆升和技術問題 第十操作our 散達 第十操作 我們交換通日不會有疑似的 電気平時計劃存在 welcoming 本人沒有完全影響